而且曾經在世界排名第一過 而是目前為止 也是世界排名第一喔 他們的把球是由丹乃的 比特森率先把球的 這是一個好像是變線的 inside out的打法 打到一個無人群 把比分單平 其實在這個魂霜裡面的前十拍 是非常重要 這球 尼爾森的這個霸球 殺球的這個速度 非常的快 是 可惜這一球出的機會 由高筋搭檔 高成炫跟金河納 拿到了第二分 利用對方一個 背後打球的時候 送到一個無人群 當然吹不及防 3比1 現在目前雙方 還是在做一個探討的一個階段 互相在那邊推測 是 就是你對羽球 再熟悉你的技術再好 一開賽 總是沒有辦法 馬上完全榮譽的比賽情境 對 對 那這個剛才就是我們所提到的 就是說 雙裡面男生去怎麼去保護羽山 那這個球 那一定的 這個 女生在回擊 跟他的力量上面 當然是沒有像藍色那麼強 是 這球 好像打到拍框 所以 沒辦法順利的讓球 飛過王子 4比2 高成選 竟和那高筋組合 暫時在開賽初期 掌握了比賽的先績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 如果 滾雙呢 那 如果 女生在前排打球的機會多的話 那 也表示說 這樣的 組合啊 會有 比較有成功的 一個 一個得分的 這個機會 是 等於是 女生 基本上是 呃 手 前場比較 實強 就是在攻擊上 當然沒有問題 那 防守的時候 當然他有一些位置 他就是必須站得好一點 然後 去阻擋到一個角度 好 讓 讓對手沒辦法那麼輕易的進攻 是 好 這一球也是出擊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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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lson Peterson這個大黨 連得三分 在這場比賽當中 第一次取得了一線五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果然不錯 高層卻 馬上就是對著Peterson 對 笑爾就是說 不管是 任何一方的女生 只要對方在這個攻擊的時候 只要他有效能夠去回擊 那 這樣的話 就讓可以幫助他的隊友 分擔他隊友的一些責任 跟壓力 是 這球是 幸運球王 幸運過王 是 過王 是非常幸運 好 果然不錯 插到王 整個球的方向 完全就變化了 是 根本 防守者 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球的 不去處 所以他這個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高層卻 壓往中間以後 他馬上把派子拿起 準備他的下一派 這做得非常的成功 這球應該是出界 搶攻不成 其實我們現在要特別注意就是在發球的節奏上面 是 這個 有時候你都還沒站好 其實有時候對方球都已經發過來 保護得很好 保護得很好 真的他從這個 右側到左側啊 遊走了幾乎 整個球場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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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一個中場的過度啊 本來沒有啊 這個 高層卻他本身的 彈跳能力還是比較好 在 皮特森跟紐爾森這個 丹麥組合連得五分之後呢 高金組合 和韓國隊的高金組合也連得三分 搬成了平手 這是發球的一次失誤 是 其實混雙的節奏也是相當快的 所以 這個女選手一定要 一定要能夠更加的 這個注意力應該要更加的集中 是 是 本來有一種 提到就是說 在下方的這個 下方這一邊呢 那 他有可能就是一個瞬風的方向 在整個力道控制會比較不容易一些 好 金河納上網的意識目前還是沒有那麼積極 上網以後其實他這個球的意識 技術的施展非常的好 但很可惜也沒有過往 我們現在在練區的分子下 已經到了第一局的休息時間 是1比7 當然我們跟剛剛特別談到的丹麥隊這個大黨 他是屬於經驗到道行的大黨 男的拳手第二身 今天已經35歲了 如果說是按照虛水的辦法算到了37歲 那麼另外一個呢 彼得森是英國起初年生 也是28歲 如果按照虛水的辦法也是29歲 他年紀都不小了 但是他們仍然活躍在球場 表示這個羽毛球啊 羽球這樣的運動啊 適合 甚至過了30歲以後還是非常適合 尤其是雙打的運動員來講 是是 現在要保有一個熱忱啊 對 可以對羽球運動的熱愛啊 看能不能持續下去嗎 我們高層選今年是26歲 26歲 那麼下個月就滿27歲 而 金河呢 是1989年12月生 17號生 目前是24歲 就體能來講如果是一個持久症的話 我們不講這個技術的細節 對 就體能來講當然韓國隊 算是相當擁有優勢 是 好 在休息時間之後呢 高精準和高精準金河呢 點得兩分 果然是不錯 對這金河呢 把一騎一騎一騎針球 對 金河呢 這個球就是因為他放王以後 他其實他就站在往前就可以了 他居然想要退後 所以造成一個對方放王以後 他必須跳高 是 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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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們可以現在可以看到就是說 的一個技術來做一個組織進攻的一個最爽要的 雙打跟單打對到的不平行 重兵都是白白中間的 是 因為你中天場能夠空置好的話 那對方的整個攻勢就沒有了 像這個也是在中天場要做一個過渡 那卻沒辦法有效的回擊 這球真是夠幸運 感覺上已經被擋下來了 竟然這個球還能夠翻牆而過 是 所以當混合雙打 這個女生在後場攻擊 她其實都是一個過渡 要盡量要想辦法往前去移動 是 這球被打 她球 錘往前 這部分很容易的 容易起台 扣殺 是 所以韓國的組合她目前就是在金河大 她現在可能是女雙剛打完 她那個意識形態還沒有做一個很好的一個轉換 她目前在上網還是有點慢 好 那麼事實上 在亞洲羽球儆標賽 二零一三年去年的亞洲羽球儆標賽 因為高承炫跟金河大就曾經搭檔拿到冠軍 所以是 他們彼此的默契應該不是太長 所以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 會給丹麥的這個 等於是連續兩年 年終總決賽 超級系列年終總決賽 冠軍的搭檔給她一些威脅 是 而且 真的就是對準的金河大 用力的扣殺 這個又是幸運球 今天這球可以說是出其不易的對高承炫進攻 而不選擇的金河大 是 太幸運了 好幾球今天丹麥的這個組合 插網都可以過 過 真的不容易 這個 這個 當前幸運之神是在丹麥那一邊 是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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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進的話還是要積極的上去 光這樣放手是不行的 是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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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威尼真是 劉尼尼尔的公式 碳尼尔的公式 手對 慢慢地把鼻鼠也拉開來了 可以看到丹麥他們發揭發的整個能力 在變化 非常敏捷 反應非常厲害 可以在往前就直接約上 陳先生回這個情勢有點大意 我們剛才提到女生要站對位置 可以防止對方的攻擊 就是她位置站的女方 女選手在前面 男選手在後面 這樣的一個補陣 非常的道理 是是是 當然你要看是站左邊右邊 攔住一邊的角度 讓迫使對方做一個 你所想要讓她去的一個角度 好 今來到了局點 雙方在12比10之後 等於丹麥的大檔就脫穎而出了 甩開了對手的糾纏 這球是 搞清楚 那 Lielsen跟Nelson還有 7個局點 所以 目前來講 還是這個 大麥的大麥隊 記得 這個 比較有效的一個 一個共識 也稍微 呈現比較主動的一個狀態 Lielsen在移動當中 根本沒有辦法 還是起不應的一球 好 高金楚河連續救回了四個局點 還有四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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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確 彌勒聖跟Nelson 他們的攻擊 好像比較明確一點 而且前兩個人的小組組合 也比較 比較流行 是 就是說 金河那他本身現在的一個 是不是我剛才提到 因為他打完這個 女霜 然後 所以他那個 意識的這種 形態還沒有完全的轉到魂霜裡面 所以他還是以這個 女霜的這種 跑動來做這樣的一個回擊方式 所以他當然他是吃不很多 是 他變成他的挑球的頻率 要高於Patterson Patterson 他們當然 他的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Lielsen 他整個一個攻擊的力道 所以你挑球給他的話 那當然你是 也是說 你無形中給自己增加的壓力 所以你在第一局 你要獲勝 他們這樣的一個形態 是真的很難 是 那麼 金河那之前在女霜也出賽過 那麼休息大概 大概三個小時 又在環霜 這個女霜卻在當中出現 您就一位過去成功的 女霜員 顯得做一位專業的教練來講 你覺得 三個小時的休息 然後連續兩場高障的比賽當中 這樣的休息時間 夠嗎 目前來看 應該如果訓練可以的話 應該是 還可以 尤其他又是打混雙 是 那混雙的話 可能他 就是他自己的整個戰術上面 他的帳位 其實他 他不應該退太多後場 所以他就考驗到說 他本身的積極性 是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說你訓練的 搶入夠的話 應該應付這項比賽是 沒什麼問題才對 其實我們可以看 如果網球的比賽 一打 五六個鐘頭都有可能 很不可思議的一場 長時間的比賽 是 那麼羽球比賽通常也大概最多 就是一個半小時 是 已經算最長 是 當然以就整個時間來看 當然網球時間會長 不過在整個頻率來看 就是說 羽球的頻率 這還是快 是 就是他拍比拍的時間 比較短 對 對 所以他的耗盡的力量 比較大 就像 我們也許不是很恰當的 影域 就是 譬如說我們打拳 打 出拳很重 只要三個回合 總共九分鐘 幾乎人就去拖了 是 同樣的道理 是 每一個拍出去那個力道 都 比網球要大得多 而且休息的時間 非常非常有限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大賣組 Patterson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歐洲的組合上面 他就是 整個 他的帳卡明確 然後他的 跑 跑動是靈活的 那 目前 韓國隊他 目前還是說 還是 一直停留在雙打 就正規雙打的一個 一個跑動上 是 剛剛今和那 很漂亮的一個 沙邊線 是 老師的發球 練習 把自己跟紅手 讓給了 Patterson 跟Nelson 是 那 混合雙打 他重點 女生在發球的時候 是 最重要要掌握的一個 發球的這樣的一個 時機啊 如果男生發球的話 要得分是比較 不容易 當地 把這個 滑倒的一個機會 輕鬆地 跑到了 這個 碰底 這個臨時起拍 就是 你要打哪裡 對一個這個 頂級的選手來講 他必須要 人拍合一了 是 就是說其實就是一個 準備的問題 那我們 最基本的動作 就是說 拍子 要 高舉 過網 對 一定要高舉過網 對對對 你可以增加網子的高度嘛 是 所以你會拍子都放在底下 那當然 球來 你要去攔截 你根本 就沒有辦法製造一個籃組的效果 他跟打排球籃網一樣 你手不升高 那當然不行 換言之你 他球拍出去之後 你拍子一定要舉高 是 是 是 因為那個速度是最快的 然後 這個 哼 殺競爭 直接對 拿飛 所以 比特審 包承軒 就是戰略重小 其實 尼爾神這個挑球是不夠遠的 雖然他挑的方向 是比較合理 可是這個球是不夠遠的 接連的起拍速度相當的快 造成比特審反應不及 十二十二十三號 十二十九 平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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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十九 沙斜線而且對準女選手金河那種奏效 其實我們都是說 其實歐洲的這些選手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們的沙球非常的尖銳 你退的越後場 你退的越後場 你其實你要回擊的機會 反而更辛苦 因為你的球一定要由底下往上打 如果你可以稍微往前面一點 不必很用力的這個 揮擊 你只做一個擋動作 我想這樣會比你揮擊要來得好 所以我們提到就是說 男生在後場要發球 你的發球這個時間真的很長 所承受的壓力相對大 所以男生在發球是一個需要 非常 品質要要求非常高的 是 可惜剛剛高成全是一個發球的失誤 是一個發球的失誤 不錯 那個金河那在往前 一個扣殺 對打開 我給他打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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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中場的回擊 都一直被那個Patterson給抓住了 所以他要回擊他的壓力是非常大 我們可以看到尼爾森的確是非常積極 感覺上不是在他的這個責任區內 他還是奮勇的去救球 這就是所謂的這個混合雙打 男生要照顧女生的一個地方 對 而且他挑完球 我們可以看他盡量把壓力製造在自己這一邊 而不是製造在女生那一邊 所以這個混雙這個比賽還真的是有一些教育意義 對男女相處的教育意義 這幾個球 這個金河那都回擊得非常好 殺一個競爭前 包成全反應不及 我們看到第二局的這個情況跟第一局是 發展的情況是略有不同 打到目前八比八為止 已經有七度平手 可以說是比分緊咬 誰也不想讓 而且大家互有領相 是 這個韓國隊有什麼主動 很輕鬆的 果然不錯 在這一球當中順利游進和那馬下 到底羽球的發球還是比較被動 在一些運動比賽當中 運動比賽裡面 就是你沒有辦法從發球當中取得優勢就對了 對 反而是一種劣勢 是 在所有的比賽裡面都一樣 是 在隔網的運動裡面 可是 在網球裡面發球是掌握主動 對 桌球也掌握主動 排球也掌握主動 是 是 除了羽球是 少數 就是唯一的力量 是是是 如果按照早年的話 發球才能得分 那個情況就不同了 是 所以新的賽制改了之後 就是不論你是不是擁有發球權 只要你得分就是得分 是 這個賽制改了也將近20年了吧 沒有 它是2006年才改 2006年才改 是 等於是我們超級羽球系列賽 推出之後才真正這項規則的分貨 先 超級賽還沒推出的時候有 2006年是開始試行 是 那 真正的時候是2008年的時候 才是正式的 2008年的奧運 2008年奧運正式 之前是開始 2006年是開始試行這樣 推廣 推 看看大家的反應 是 結果 各國大概 他覺得說 也 還不錯 是 也可以延長到選手的一個運動生命 是 所以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Nelson 已經35歲了 還能夠在這邊刺雜風雨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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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剛剛是 剛剛是 炒球的不小心 讓金河納 反而掌握了主動 是 打完了第二局的前半段 金河納高層券是以十一比十 是 就是說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從這第二局一開賽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金河納的這個專注力啊 慢慢的回來 他知道自己的責任去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在往前的這種的比例啊 越來越高 那相對他們的得分也就越來越高 那現在當然 因為我們剛才跟主播也提到 就是說 今天的雨球發球 他是處於比較被動的一個狀態 所以 誰能夠突破那個 發球的被動 誰的這個勝率就會提高 所以 我們為什麼看到他的戰況是焦球 因為發球者 就會被那個接球者的分 所以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 那看誰能夠有所突破 然後誰就是最後的順利者 對 發球本身 在雨球比賽來講 發球本身就是會限自己於被動 在發球之後 怎麼樣把被動化為主動 這樣的一個轉換過程 在雨球比賽是跟其他球類比賽 是不一樣的 也是我們在欣賞這個雨球比賽當中的一個 非常需要把握的一個精髓跟要點 是 那現在就是說 雙方在正方交左之下 誰呢 更穩定 就是 一般我們在 不要去要求的那麼高 先製造一些攻擊的機會 是 是 好 現在 韓國隊好像有逐漸看好的趨勢 在九比十落後的情況之下 到目前為止是連得五分 反而是以十四比十取得了優勢 是 對 那麼在第一局後半段是丹麥組合的一個天下 第二局 韓國隊如果能夠記取之前的教訓 有機會 改寫戰局 現在是幸運之神 好像轉到韓國隊那一邊了 是 很漂亮的一個促網 然後過界 所以我們看到韓國隊發球的節奏是相當快的 所以丹麥隊要平平就是要稍微慢一點 把節奏給冷靜下 是 到底雙方的年紀有點差距 可能 球風 的確 就以年紀來講 這個丹麥是球穩 因為他 算是年紀比較大 這一球 好 果然 是不是 競神剛剛是爬了一跤 兩個人都 先後跌坐在地上 好 中指的 高筋組合 韓國隊的高筋組合一波 六比零的公式 是 所以 尼爾神這個切球是切得非常的隱秘 是 好 現在有 比特森 克里斯提娜 比特森 來發球 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 他的搭檔還比他高了整整十公分 是一百八十八公分的 尼爾神 發球 高層圈想要採取一個突襲戰術 但是沒有得場 所以我們就是說 從這些 發球的這些 節奏也好 小動作也好 可以發現互相都在做一些破壞 對 這等於也是 破壞對手的發球節奏 對 這球是 高層圈在後排的月薩 非常的威力 這球等於也算是 比特森先前就已經失誤了 是 要打球沒有打到 應該不是刻意不打的 是 因為他這個球掉得非常好 他的高度剛好掉 你目前這樣子說 發球者這樣子 你一分我一分的話 到最後這一局 韓國隊就有一個有限的一個優勢 對 當韓國隊之所以從一路 當然之前雙方是擁有八次的這個平手 那麼之後 韓國隊一波六比零攻勢 是雙方比速拉開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平推了一陣子之後 好 我們來看他們這個過渡球都做得非常好 這個等於是打到對角沒人的地方 可見 Nielsen的這個腳步相當的快 反而推到對方的一個無人的地帶 那高層圈這個球是有點誤判 是 可是落差有點大 對 幾乎 距離這個線內還有十公分以上 可是他竟然沒有去 是 那Lielsen這個緩拍的這個過渡平球 也做得非常的到位 是 這有時候在球場上 可能是難免分心的 好 這個球 你有時候發高球 反而未必能夠得到這個齊齊的效果 反而給對手一個轉手圍攻的機會 是 那Nielsen他主要的目的是想把這個 金和納調動到後場 是 這球 我有殺到 等於是高層圈沒有辦法照顧的地方 是 這個 有時候一左一右 可以的確有一種 迷惑對手的這樣的一個作用 好的選手 他打球就讓你對方完全猜不到我下一拍要怎麼出擊 是 他最重點就是他要去調動 那雙打的話你去調動 調動前面的人或是後面的人 對手 韓國隊的高層圈接連的十五 讓 Person和Nielsen最近打出了一波四比一的攻勢 慢慢地把比分追上 看他們能不能一鼓作氣 所以Person這個角度籃得非常好 那 像高層圈他做一個平球過度的話 其實他要求真的是有點高了 這球是金和納建功 再往前一個突襲 這球應該算很關鍵 如果這球讓對方頒成十七平手的話 雙方可能會 氣勢有可能就會有一些轉換 是 現在高金組合高層圈跟金和納 擁有十八比十六兩分的優勢 這球高層圈 高層圈在這一段期間好像打得稍微有點走樣 是他這個要求都有點高 他就是說Person他站的位置非常的好 他一直在壓迫高層圈 一定要往Nielsen的正拍打 所以高層圈要避免這個狀況 就是要求的這個角度各方面要大要開 是 好 在這個時候這個Person跟Nielsen呢 在關鍵的時候又得到了這個非常關鍵的一分 在一度落後五分的情況之下 現在追成了十八比十八平手 這是在第二局下半段雙方第一次平手 那麼之前呢Person跟Nielsen一度是十比十五落後那麼多 是 所以大家還是在中前場做一個對決 對 現在到了這個第二局的白熱化的戰況階段 來 找個 這個剛剛的Person應該是很明顯的一個失誤 腳步慢了一些回防不及 應該是說他們這個整個走位上面 因為Nielsen已經抓上前面了 那Person他不需要那麼跑得那麼前面 因為Nielsen可不可以來不及退回來啊 他應該要幫忙稍微守一下 就站位來講 這是Person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失誤 對 這個失誤很可能造成了今天這場比賽第二局 由韓國隊拿不下自己 而且現在突然又發了一技高球 連續兩次失誤 這一次這個發高球應該算是一個突襲戰略 沒錯 二十比十八來到了一個局點 根本就挽救不及啊Person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在韓國的組合的這個發球節奏上面 它是真的是比較快的 這球韓國隊得分連得三分 在十八比十八平手之後呢 拿下了關鍵的三分 以二十一比十八扳回這一局 所有的雙打的比賽都用三局來定高下 在這邊要請教我們的這個球評 李正彤老師您看在十八比十八 我們就談這個最後三球 為什麼韓國隊能夠擺脫對手的糾纏 擺脫對手的一路追趕 是不是就是那個幾個關鍵的事 丹麥的彼得森跟尼爾森 現在第三局比賽開始 接連採取虛攻然後 虛攻之後一定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攻擊 對 所以我們看到尼爾森在整個配球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成熟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他們並沒有好好的調動到尼爾森 那在同一邊 尤其在尼爾森的這個正手拍 那你都沒讓他移動的話 當然你們的壓力 這個韓國隊的壓力就非常的大 是 高承軒上網以後來不及退後 所以打這個球非常的深遠 好也來一個高球 看樣子有點像出界 是出界 這真的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公所轉換啊 就是說還好這個金河納有跟進去 這位球判斷還是outside 是 這球應該是高進組合的事 其實這個球金河納有點壓力啊 其實他這個球並沒有威脅性 可是金河納卻沒有回擊 不過如果說他已經蹲下來要蹲打 可能力道也不夠 反而會給對方造成一個 前場一個往前 扣殺的機會 這個蹲打如果他打他不推平 他往後打的話 還是有機會 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回球 喔 送禮了 這個皮特斯尼爾森 皮特斯尼爾森這次往高層邊這一邊攻擊 反而讓他可能覺得意想不到 因為照理來講金河納是被攻擊的目標啊 是 對 因為他高層邊他目前正派是用正派來回擊 顯得動作會比較大 喔 這一球 可能就位子來講 尼爾森站的不是十分的到位 是 他這個球被動了 可是他被動的這個擊球 要求有點高了 等於算是一種盲中出錯的一種出派 是 喔 這個挑的用力過了一點 看樣子 這場比賽 真的會達到第三局 可能是 競爭的相當白熱化的一場比賽 我們看 雙方互相的換位喔 不管是在攻擊或是防守 這一分齁就是典型的 典型的混雙的一個完全正確的一個跑位 好 防守完以後 女生的跑位 攻擊男生退後來 這就是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跑位 好 高金連得三分 五比四 現在是領先一分 好 五比四 好 五比四 好 五比五 好 五比五 好 五比五 好 五比四 好 我的好 五比四 好 五比四 最重要的是尼爾森已經衝向前了 那你把球挑後面也沒有問題啊 可是他這個球回得就有點想要製造一個攻擊機會 可是尼爾森還是在前面 是 這一球突然那個起拍速度非常快 彌德森反應不及 是 那麼過去晉和娜最主要是跟他的隊友李隆大搭檔 那麼因為李隆大好像是因為被禁賽 所以現在改成了跟高長炫 那麼他們在好像去年開始做一些搭檔 其實戰績也不差 是是 那也是需要做一個調整啊 是 他們的主力球員可能一年不能出賽 對 那麼高長炫呢在去年的世大運呢 他在南雙的這個賽事部分呢 也拿到了金牌 所以成績也相當好 是 這球難道對尼爾森來講是一個幸運球嗎 對 這個起跳點 起球點很高啊 是 一人一個 所以 都互相沒有占便宜 是 是 那麼晉和娜跟高成炫去年在印度比球公開賽 也就是年度超雨的第四戰比賽呢 去年也打進了混雙的決賽是後來是區區亞軍 區區亞軍 那麼 當然 他們去年是輸給了印尼的阿瑪德跟納希爾 讓阿瑪德跟納希爾締造了三連吧 那當然他們今年已經報了一件之仇了 當然納希爾跟阿瑪德連決賽都打不進去 是 他們連續兩年都打進決賽 對他們來講 也是算這樣一個組合的一個成績了 如果今年能夠再上城樓 當然是希望能夠一舉奪快 是 因為去年拿了亞軍 那麼今年當然希望 冠軍是首到琴來 那拍子相當的重 對不可當 是 其實尤其像這種45度的這種推球的話 對年神來講就是剛剛好 尤其因為他有一個身材的優勢 那麼事實上這個尼爾森呢 過去他年輕的時候 也是單打的好手 他單打的這個紀錄是117勝61敗 那麼也打過男雙126勝38敗 那麼混賞也不錯 130勝48敗 在國際語談也算是一個 相當可觀的一個成績 是 現在這個起標殺球 是殺向第二手 是 做一個突擊 雙方9比9平手 這是第三局 第五度的平手 對 對 對 好 這球是 進回那成功的籃籍 金河納現在好像有點睡夢初醒 對,那麼高金組合高長炫跟金河納現在連得三分 已經以十比九反而超前了 那麼之前是七比九落後 這球高長炫連續兩拍,一百比一百快 連續兩拍比一百更快一點 所以這個後面兩分都因為金河納的一個首反攻 讓他們可以得到這裡寶貴的兩分 是,從而是高金組合是連得四分反而以十一比九 在第三局關鍵的決戰的第三局取得領先進入休息時間 來看就是說他們這樣的組合到後面 韓國的金河納他有積極的上往 他的防守完以後他不能站在原地不動 接著就是說我們看他要往前 在後面的幾分都是丹麥隊把球給挑高 所以韓國就有優勢 所以在這個混雙裡面呢 那誰能夠去擋下對方籃子的一個攻擊 然後並製造攻擊機會 那當然那一方就有過剩的這個機率 是 好,現在比賽進入的第三局關鍵的下半段 要由金河納來發球 十一比九高金組合領先 十二比九 那麼過去金河納他在男女混雙 在超級系列這個賽事當中呢 他們還沒有拿過冠軍過 是 他過去在女雙是拿過跟鄭景英是拿過冠軍 可是混雙從來沒有拿過冠軍 是 不管他是跟高成炫或者是跟其他人的 所以目前的話 如果球挑高以後 那這樣的一個轉換的話 那真的是被動很多 是 那雖然現在韓國是處於領先 可是 這個丹麥還是持續在做一些強攻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這樣的話還是會非常的焦雜 是 剛剛丹麥這個得分非常關鍵 至少終結了高金組合 連續得五分的這樣的一個氣勢 非常漂亮的菩薩 利用對手的一個回擊無力的球 是 是 其實菁和納這個球他想要做一個擋短 可是 球沒有擋好 這球一個斜線打得非常的刁鑽 這球應該給他一些掌聲 非常漂亮 根本菁和納在前方還是搶救不起 十二比十二平手 第三局的第六度平手 雙方真是你來我往互不相讓 真是緊張刺激精彩萬分 是 這球是高成炫回擊一個壓球 球出了界外 在對方一波五比零的攻勢之後 丹麥的組合也回進了一波四比零的攻勢 現在十三比十二在第三局的下半段 首次取得領先 這球 不去接是聰明的選擇 這個 看到就是說 尼爾森他的跑動是相當的積極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幾球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尼爾森他大概有 他幾球的這個比率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是 尼爾森他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這百分之三十是非常重要 就是要站到一個角度 然後形成一個主動讓對方把球挑起來 誰能相信這個尼爾森全場非奔 他已經三十五歲了 是 歐五這球幾乎後來完全由韓國隊掌握了主動 因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 他只能被動的防守 是 所以他的回球的路線當然高成線就比較容易去掌握著 對 那麼 之前呢 雙方各有一次五比零的攻勢 現在由韓國隊來發球高成線 突然一個高球 又是一個韓國隊的主動 好 十四比十四 可以看到就是說從發接發這個階段 然後 大麥隊就呈現被挨打的一個狀態 相對 Patterson就是成為一個被攻擊的目標 這從連續得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雖然對手得分 我們掌握發球 我們都能夠 畫這個發球的這個被動為主動 就是畫應該說 畫這個接球為被動成為主動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如果你接球是很被動的時候 那相對 要得分的機率就相對降低 是 其實 本窗裡面男生發球要得分的機率是 是比較低啊 因為他第一個他的一個發球的一個時間上面 他的距離 因為男生必須站在後面 是 發球 所以他的距離跟打單打那個效果是差不多的 是 沒有那麼急迫性 讓對方有多餘的動作來做一些變化 這球 這球 雖然皮特森要提出挑戰 這球應該很明顯是界內球 所以他看的話他在跑中的話他是不一定 是 是 是 可能在移動當中 都會對判斷有一些錯誤的了解 這球是一個陽光 讓對手根本沒有意思 道成縣 打這個球非常的聰明 那當然他 由於他的這個殺球也夠強 所以 當對方的位置都往後站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虛攻的球 是 這球 真的是 尼爾森此出的渾身解數啊 使盡這個吃奶的力量 把這個球 算是殺球 很到位 讓對手 沒有辦法很精準地掌握這個位置 那當然 進而那這個 接完殺球以後 佩爾森他在前面打那個小球 也是非常得到這樣的一個 讓對手跑動的一個效果 這球是經高層騙的一個失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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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佩爾森他的整個 防守上面你可以看到他回擊完的一個動作 他拍子迅速的拿高 就是預防高層騙在對他施壓 所以他才能夠有所準備把球做一個有效回擊 這球幾乎不可思議 感覺上高層騙和納 往這個沒有人的地方打是對的 可是卻掛網 是 雙方得分好像幾乎都是不得分則以 要得分就是連續得分 剛剛六球都是對方一個3比0公司 我這邊一個3比0的公司 對 那經和納這個球其實他太用力了 就是說其實他這個球只要把他擋過來 擋下去 那這樣就有機會 因為他推這個球他不是壓 是推 所以 照正常來講 他這個球停留在對方的球場時間還是比較久的 對 掉到後場去 應該算是一個正確的在內 對他就不會向前 對 那這個球 好 一個虛攻 對來去向前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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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球 是 inside 非常關鍵 非常關鍵 這球 高層騙 可能他以為這次出界的球 是 那當然這個 之前的那個大力摳殺 佩德森也擋得非常的好 好 然後急速開始向前壓迫高層騙 所以迫使尼爾神 他有這樣的一個攻擊的一個機會 丹麥的組合已經連得四分了 從落後兩分 變成領先兩分 在關鍵的時刻 這每一分 都是美金啊 哈哈哈哈 哎呀 這球要一個 反拍 突然要 加壓 可惜出網 是 其實我們發現到後面這幾分 雙方球員 的這個 還是帶有一點壓力的 所以在出手上面都是比較急 沒有那麼穩定 對 總想說 出奇不易給對手致命的一擊 有時候 反而適得起反 對 所以打得是不是有耐心 真的是很重要 是的 哦 這球 哇 這個 難道真的上帝站在丹麥這一邊嗎 很聰明的選擇 就避掉這球 結果這球果然出界了 是 其實金河納這個球也是抓得非常快 是 其實 打得也是沒話說 真的就是說運氣不好嘛 是 20比18已經有兩個賽末點了 丹麥的組合 難道高成炫跟金河納連續兩年都要去居 印度語就公開賽 男女混雙的亞軍嗎 好 這個發球 印賽嗎 對 這個要判 這個要判 好 印賽 終於 算是 南韓對再見失誤 輸掉的比賽 第三局 比分是 21比18 丹麥的尼爾森跟皮特森 在經過三局的苦戰之後 以2比1 立刻 南韓的高成炫跟金河納第一次拿到印度語球公開賽 男女混雙的冠軍 要請教我們的球評盧正從老師 這場球的確是非常的緊張 雙方在打成了17比17平手之後呢 接著尼爾森跟皮特森打出一波4比1的攻勢 您覺得贏在這4比1嗎 還是之前其實韓國隊就駐下了敗一 其實在17比17的話 其實雙方在後面這幾分其實都表現得非常好 只是互有壓力的狀況下 那當然 今天我覺得在丹麥的佩特森的表現 還是要來得比金河納來得好 尤其在這個手環工這方面 所以幫助丹麥的組合能夠奪得這次的冠軍 是 那麼韓國隊也相當的可惜 他們衝擊了這個男女混雙跟女子雙打的冠軍 都打進了決賽 可惜最後都沒有贏到冠軍 那麼金河納個人包辦了兩面亞軍 所以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個相當可惜 相當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麼接著我們要為您繼續播出 然後是有私人的支持 但是我又不會要關注 有些人的記者 所以我們現在有 rental報道 有些人的規定